透過自身專業用影像進入 泰雅族盛山大壩建山 這次在八月 由泰雅族影像工作者黃淵農 帶領團隊前往大壩建山 進入擔任高山協作團隊的工作點滴 希望能讓社會大眾了解 泰雅族與盛山大壩建山間的文化關係 和高山協作員上山作業時 堅忍不拔的文化精神 讓世界上的人知道就是 就是泰雅族 大壩建山 為什麼會變成泰雅族人的聖山 以前是 那現在還是會有一群人 就是高山協作員一直在維持 跟聖山之間的關係 他們還是靠著這座山 然後就是有一定真實的連結 然後繼續往下去跟這個聖山有關係這樣 台灣登山活動有越來越多人參與 但同時也需要高山協作員的協助 減輕負擔 順利到達目的地 黃玉龍說希望藉由紀錄影片 讓觀眾感覺到上市爬了大壩建山一樣 更希望從中了解泰雅族的文化內涵 我今天要去爬這個聖山 泰雅族的聖山 它的傳統領域 然後是由泰雅族人帶我過去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會讓你覺得 在這趟旅程裡面會更有帶有一些文化的意義 然後不是只有說我看到這個美麗的景色 或是只有什麼什麼什麼 那真是可以讓你就是更有一些文化的一些底蘊在這樣 泰雅山清影像記錄計畫 即時起到二十七號 展期將會舉辦講座 邀請高山協作員和研究原住民族古道的專家學者 來分享與交流 讓民眾更瞭解原住民族的山脈和背後的歷史故事 原始新聞比例已故台北市採訪報導